漁場離漁港遼近 所以之前上次還有看到像 炮彈 像 花鹽或者是 一些監獄類的 通常 漁場上岸都死掉 但之前在原型這邊 可以看到他還是活著的 所以這邊算是原型的特色 但是就是 他非常新鮮 但是你就是 要提早掛一燈 因為他 起來十分鐘大概就結束了 但像光榮或起來 你可能二十分鐘左右 甚至到一個小時 他們都還在出來 那跟坊也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型以上這邊的 買魚的狀況 總之就是 一開始 起魚的時候一定都是 規則一定都是先給閃客 觀光客 拿完之後呢 觀光客去結帳 蹭完之後到一段路 然後就由漁場開始收購 漁場收購量就會比較大 漁場收購量就會比較大 那漁場 趁重好打包好的時候 就 觀光客就不能拿 因為怕他們會計價 防止會亂掉 你看原型漁場已經開始 把一些網拉上來做修補 因為到夏天的時候 海面的溫度比較高 就不容易會有雨路 所以就會 有很多漁場在 大概六月過後就開始進入休息的狀態 像 我目前知道 新竹的漁場已經休息 然後 然後 還有 花蓮跟台東有些漁場都休息 我講的都是定制漁場 都開始進入休息的狀態 那等到 當年度的九月份 九月份 開始 他們才開始 陸續會開始下漁網 當然還是要看 當年的一個 台風的狀況 因為他們漁網下下去 需要一個 比較 堅固的落毛的一個點 然後把漁網固定住 讓漁網不會被海流衝走 所以還是要看 當年的一個 天候狀況 所以這個 反正你只要吃步驢的 一定都 跟聽功倍有關係 都看天吃飯 然後 原因是 旁邊就是一個超簡單的 海食天堂 很多人可以在小天堂這一碗 看看 今天再看看下午有沒有在吃魚 現在是早上 8點左右 魚航都已經收完 跟老闆聊天 最近 魚況比較長